争取连任的马英九上午完成党主席投票之后 下午转往了台中洪家慰问 并且致赠慰问金十万元 只不过洪家人现阶段最大的诉求 是第三公正单位介入调查 但总统此行并没有给正面回应 让洪中秋的姐姐相当的失望 另外的国防部长高华柱 上午也到洪家二度探访 鞠躬上香 总统马英九亲自前往台中洪家 保证尽全力要求国防部检讨军中管教问题 一定还给家属公道 看着泪眼不止的洪妈妈 总统一字一句仔细慰问 只是家属要的 是请来第三公正单位介入洪案调查 总统给的答案家属还是不够满意 因此决定自行采取进一步的法律程序 当然他有承诺说 他会还给我们这边一个真相 他也会下令请他们尽数完成这个调查 但是就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点的部分 总统这边还是没有给我们正面的一个回复 这是我们比较失望的地方 旅事团在下个礼拜 我们会直接到桃园地检署去地状提出告数 包含在烟灭罪证的部分提出告数 促使说桃园地检署 也进到这个侦查的体系里面来 尽管洪中秋案 军方目前已经陆续收押四人 但家属认为办案速度还是太慢 对此国防部长高华柱也维持一贯立场 再次向家属解释 依据证据 我想这个是检方正在处理的事情 这点我们会向大家保证 现在在进行当中 绝对不会因个人或者是个案而中之 虽然总统军方再三挂保证 但洪家人最想要的诉求 碍于现行侦办方式恐怕还是有困难 如今家属打算自救 要到桃园地检署地状 要求检方介入突破胶着 UDN TV综合报道